烦恼魔会来找你 你越想精进成佛 所以魔 这个魔一直跟佛陀说 你不要发愿成佛 你马上就可以去犯天 乃至你可以 正阿罗汉现在入涅槃了 所以佛陀一正的圆满正觉 魔就现前了 告诉他 你入涅槃吧 因为你已经成就了 对佛陀的生命已经成就了 但是对众生的使命还没成就 但是魔就一定要让他叫他入涅槃 用各种方法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受菩萨界真伟大 就像你一个人要到非洲乡下 吃人部落去度众生一样 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你还是精进不退转 为什么 念一下 没有一个我的存在 这一点记住 如果你还有我喜欢 我讨厌 我怕生病 我要健康 我怕心情不好 我怕什么 你还有一个自尊 一个爱 一个恨 那你没有办法圆满菩提心的 特别菩提心最大的敌人是称恨 称恨是个最强烈的我子 会生气 逆进来的时候不顺 所以人都有主宰意 最好大家都听我的 大家都听我的 大家都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事情 这个就是皇帝的思想 转轮圣王就是这样 福报很大 但是他有强烈的我职 所以他要做万人之上 但是他可以保护你 但是他也要管你 这个就是上帝的思想 大饭天 所以他福报很大 慈悲喜舍修得非常圆满 但是他还有一个上帝爱世人 对不对 因为我来爱你 但是佛说实无众生可度 他只是 每一个佛只是对众生的愿 但是没有那种唯我独尊的观念 每个人的体性是同样的佛性 所以我们的本体里面就有三宝 就有这个戒体 只是恢复而已 特别菩萨界各位过去都受过了 不然你不可能在末法可以去受菩萨界 各位用意去说 觉就是了解 而且是正觉不是邪的 正确的了解 正等 正觉 所以凡是要用中观不偏的眼光 去看事情 不能站在哪一边 要看得很清楚 所以佛保在你内心里面 我们的自信 本体 是 灵就是灵感 绝就是了解一切 所以 就像你 你用一个高度的 那个放大镜 你可以看清楚一切 显微镜 所以我们的本性 如果你各位很平静了 你经常打坐 为什么要定 定以后就会会 你定了 很专心 去了解叫会 了解会以后 那你就会解脱 所以要时时刻刻保持 生动 心就不要动 心动 生就不要动 但是我们在动 但是你要保持静 所以我常念这个 阿江察尊者写得很好 来 静止的流水 最美的就是这种水 各位你去看圣灵 它是轻的不得了 但是它在动 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底 要花好多钱 才去跑去看到这种水 静止的 所以我们内心 要极静 却照了诸法 照就是观照 智慧 了解万法 也是一个虚幻存在的 所以非空非有 你不能说它没有 你也不能说它有 它是有的 本体都是空 空的显现都是有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形式 亦不如是 各位每天都在背 但是你如何把这个用 用到你的生命里面 你不能讲它空 它也不是 不存在 所以有跟空 它只是一个本体 跟显现 显现的有 它的本体一定是空 所以这才是 我们本具的佛宝 所以你不能说 你是存在 你也不能说 你不是不存在 但是虽然你这个不静的 色受想形式也好 或是五毒也好 但是它本体呢 本体是清净的 五种圆满智慧 所以各位 这尊佛跟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可以讲说 是一个存在 一个色 但是我们的本体就是它 所以每个人在拜佛 所以就在拜这个本体 本来的面目 只是我们现在大部分 都往外找 找个男人 找个女人 找个成功 找个被肯定 你房子盖长方 我就盖成四方 因为不一样 我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把那个当作我 那错了 真正的我是平等的 清净的 了解一切的 那这一点 当然各位像这样一句话 解释归解释 修行归修行 那是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愿意 把这句话背下来 慢慢去体悟 你就知道 什么叫佛性 所以叫自归一 由外归一 而到自归一 内的归一 万法的本体 是不生不灭的 不够不尽的 不增不减的 这个叫法 本来就如此 但是也因为如此 可以产生利益众生的显现 横杀性得 这个鬼子 如果你不了解空性 没关系 原来法就是慈悲 这样就对了 所以因为横杀性 这个本体所显现的 事实上就像那个宝石 你把宝石切割好以后 它那个反光都变七彩了 就像苍蝇的眼睛 像雷达一样 你抓不到它了 因为它本体是 假设是里面去 但是因为它显现 这个横杀性得是 众生需要什么 它就显现什么 所以表现出众生需要的 和和是以真理和和 理事和和 为横杀妙德 性相不恶 理事和和 是名本具之身保 从外表上 我们从外表上和和 从生活上和和 进一步呢 跟真理和和 跟慈悲和和 所以我们受菩萨界 就像你在守护这个圣态一样 你这个佛性种子 开始又要 要开始焦肥了 晒太阳了 那它慢慢成长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 这个佛性种子 只是我们用了 都是分别心 这个叫事 无名言行 行元事 这个事就是分别 我爱我不喜欢 那个不是佛性种子 那个是轮回种子 那如果你用慈悲心呢 你就很容易接近 佛性种子 但是如果没有慈悲心呢 那连这个种子 都开发不出来 人心本善 在坏的人都不喜欢 看不到别人做坏事 那坏的人看到 我们做好事 他就会感动了 因为本来人都有这个 善良之心 但在佛教里面叫 福性种子 所以各位要与它为戒 简单的说 贪嗔痴不是我们 善良慈悲才是我们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要 你要臣服于善良慈悲 千万不要 随顺于贪嗔痴 所以 归命于慈悲 不要归命于贪爱 忠恨 你要随顺这个佛性种子 因为你现在还不认识你自己 但是佛帮我们制定这个戒 这个戒 就是让我们跟自己的 自信戒合为一体 本来的面目 从现在开始 跟我念一次来 自信是佛 自信是法 自信是身 自信是戒 请问你还需不需要结婚 离心外求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不知道 现在你找到 不是叫你离婚 而是你要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去善待对方 去善待你的老板 善待你的客户 以前你是用一种 我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才这样 我是为了传宗接待爱情 所以 现在改变了 因为你找到了 你也希望每个人都找到 所以往内求 才是法 往外求叫外道 所以 你根本不需要 就得到别人的赞叹的眼光 因为你自信本 具足三宝 具足 金刚光明宝剑 就是佛性种子 所以本来这些 哪怕你下地狱 这个都还存在 哪怕你坐刚刚那只鸟 这个东西还存在 所以不忘不失 所以叫菩萨戒 不能舍戒 因为本来就是你本来的 你只是在把它 开发出来圆满而已 那你怎么舍戒 所以 所以 顾云 事不坏性 这个是不败坏的 存在的 那这你应该对它 升起真实的相信 我 具足三宝 具足金光光明宝剑 具足佛性 虽然 这个本体是永恒的 但是你要去 就像 钻石 埋在土里 本来就存在 在脏的水里面都有 可以提炼出 最干净的水 对不对 但是 你要透过修正 才可以达到 四心做佛 四心四佛 这句话是大乘罪 最重要 如果你愿意你的心 学佛的心 学佛的愿 那 你心就会变佛 所以我们修行这个戒 不是从外面完成 是 你要随顺你的菩提心 慢慢 那你就完全变成一个 菩提心的本体 所以 透过外在的 注尺三宝 注尺是 现在 注尺在世世间的佛宝 是佛像 佛像 因为大家 看不到真的佛 经典是法宝 生前是生宝 简单的说吧 就像我们终于知道 原来我们是一只狮子 不要认为自己是一只狗 所以 这只狮子将来一定成为狮王 那我认为受菩提心 就是 终于找到自己最圆满 各位要随喜自己 也就是说 法华经里面说的 你本来是皇帝 你本来是有钱人 这是因为你现在喝了酒了 甚至在外面做乞丐 你不了解你的宝石 还藏在你衣服里面 你去外面跟你在要钱 所以我们众生本具这个 所以法华经教一称佛教 众生都有佛性 都可成佛 所以 但是 了解如此 透过外在的三宝 来自一种修行 也就找到自信 归佛 从外在的佛归自行的佛性种子 那这个是敬畏来记的 不但如此也当愿 所有众生都找到这个 那你就 不用再往外求了 往外求就是轮回 就是苦 所以这个修行 你叫 抉择 什么叫智慧 这个对 那个不对 你要跟自己比赛了 好不好 就像各位很想睡觉 很想睡觉 不行 不能睡觉 再睡变猪 不能睡 所以 因为很多人就 没事就睡觉 没事就睡觉 你下个月就做那个 蛤蟆 蛤蜊 或是冬眠的动物 反正时间当然就冬眠吧 所以这个睡觉 你要看你自己怎么去挣扎了 但是 说简单很简单 赌博 爱漂亮 脾气 个人的想法 这都不是你皈依的对象 我们是 敬畏来记 皈依 是不坏性 自性戒 各位一定要想尽办法 看经典 或是听真正的善知识去解释 什么是佛法 身戒 不然好像外表上 大家都说 好 皈皈皈 碰到事情就不是皈依了 只有想法 却没有佛法 就用个人的分别意识 来判断事情 那不行 这样很认真 一般我们 宫请三宝 哇 原来宫请的三宝 是十方的 所以 乃至对一切 无法身 对六道众生 都要 齐请到 连皈依的方向 也都是敬畏来记的 所以 它就是超越时间 空间 数 穷 完全都是包含在这里面 事实上我们的心 本来就如此 假设各位 现在你这样想 你死了 那 你又把你的 心又融入于虚空了 那这个虚空无所不在 那我们现在就有个对立 它是太阳 是我 那边是印尼 我这边是中国 那边是东 这边是西 但是 如果你进入了法性 一切法 的本来面目 它是 没有分别的 山等于河 河等于水 因为它只是一个 暂时组合的现象 这些树如果没有水 没有一棵可以活 对不对 所以我说树是水 可以的 我们的身体 没有太阳 不能活的 所以 你的身体里面有太阳 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印尼 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有水 事实上只是因为目前的像 你会这样分别 但是在本体里面 我们大家互相 都做过父母兄弟姐妹